亚洲开发银行11日发布2024年亚洲发展展望 报告说亚太地区经济将持续强劲增长 路透社称 报告将2024年 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去年12月的4.5%上调至4.8%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11日报道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调之水当天在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很显然 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仍将十分重要 它将占据亚太地区GDP的近一半 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 但中国很可能仍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经济体 根据亚航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衡量标准购买力评价汇率计算 中国目前分别占全球和亚洲GDP的18%和48% 亚航估计 2024-2025年中国将固陷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46% 在2024年亚洲发展展望中 亚航预测印度经济在2024年和2025年将分别实现7%和7.2%的增速 调之水通过电子邮件告诉CNBC 尽管印度经济是一个亮点 但它的规模仍然小于中国 按购买力评价汇率计算 中国经济仍是印度达2.5倍左右 因此根据这一击转 印度未来还需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真正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不过亚航的报告也指出 随着中国疫情后政策调整的红利逐渐消退 服务业的增长将放缓 房地产投资也将继续放缓 如果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 中国增长可能会加快 2024年中国经济平稳开局 持续回升向好 主要经济指标超出市场预期 在此背景下 国际金融机构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的预期 据腾博社报道 10日高盛将中国2024年全年GDP增速的预测 从前值4.8%上走至5% 11日摩根史丹利发布报告 将中国2024年经济增长预期 从4.2%上调至4.8% 这一调整基于中国出口量的强劲表现和增长速度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告诉 《环球时报》记者 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良好支撑和诸多引力条件 今年以来 宏观经济政策持续发力 工业生产 进出口社会消费等主要经济指标的表现 均指向经济继续回升向好 这为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 实现全年5%左右的增长目标 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正是基于这种判断 多家国际机构上修了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